主题为融合创新共赢的2021海口台商峰会 6月21日在海口开幕 近250名两岸工商界人士 就深化两岸经贸交流合作 和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展开探讨 挖掘合作潜力 共谋商机互利共赢 我们看中的是在2025年的封关作业 这个部分 那么会让海南自由贸易港 会有大量的国际贸易产生 对于我们物流企业而言的话 这是绝对是一个利好 而且必须要来抢占先机的一个地方 峰会期间 台商们在接受采访时亦表示 前不久正式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为台商在穷投资增添了信心 自由贸易港的这个法律里面 它非常具有前瞻性 而且目标非常的清晰跟明确 同时对于我们的产业企业界里面 有非常好的政策扶持 那么对于台商而言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海南自贸港的建设 我们能够很快的能够进入到市场 因为过去30年的经验 也是告诉我们 就是国家的政策 跟我们的企业的政策 能够相结合的话 那我们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贸易港的这个法规出来之后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台商 对于在海南投资有更大的信心 他们看到了国家对于海南这片热土 有更多更好的优惠政策 更明确的法律法规 来保护保驾护航 我们未来台商在海南这地方的落地生根 法的基础就是保护商人保护人民 所以我们就相信说海南岛 它有这一个地理的优势 国家那么样的一个重视 以全国之力来支持 我们绝对可以在这一边 给它把这个产业发展得更好 据介绍 正在建设自贸港的海南 吸引了不少台商前来投资创业 截至目前 海南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达2000多家 累计利用台资54.6亿美元 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 新增注册台企超100家